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风言雅序 我想首先呢 我们先来一起观赏一段视频 是由石济生教授的一个 陶艺线的一个系列的演讲 这里面来解释什么是容领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看陶艺线 我们继续来谈面孔意义主体 还有频率跟共振的关系 我非常记得上周我讲 当我跟父亲从上海到老家 树松乡下之后 我们回程在长江坐船 然后本来是应该到上海的 爸爸那个时候说 十几年前爸爸说 那我们到南京停一下好了 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我们就从南京上岸 他就说他当时在抗战的时候 曾经驻扎在南京 所以他想去看看 以前他去过的地方 我们就到了紫荆山 然后他到了一个地方叫做什么 它上面有写的灵谷僧松 灵谷市 所以那时候灵谷市 我们往里面一看 看到一个塔 这个塔叫做抗战纪念的这个塔 我往里面看那些死伤的官兵的名字 吓一大跳 那个塔里面其实共同埋葬了共军跟国军 我爸爸属于国军 共军跟国军其实在抗战的时候 同时都牺牲掉了 那里面的塔里面有一些照片 那些面孔 大部分的面孔都模糊了 但是我的父亲 那个时候认出一个面孔 那个面孔是 他以前在国军里面的一个旧室 老长官 父亲当场在那个时候流泪 我那时候并不是很了解这个面孔对他的意义是什么 但是到了今天我才知道 在神州大陆 大江南北 征战的一个年轻人 因为背负着一个历史的抗战的这样的力量 流亡到台湾 其实他无时无刻想要回到他的老家安徽 他看到他的同袍 他的长官 灵魂被锁在这样的一个塔里面 他的身体已经永远无法再回到他所喜爱的大江南北 但是他面孔留在那个地方 那个面孔对一个活着的人 其实他那个意义 共同的频率是何其相近 然后那个频率的相近之后 主体性 曾经是意气昂扬的年轻人的主体性 戈然宗旨 这个宗旨之后 他的灵魂被锁在这个塔里 与后来成为敌对力量的共军 国军跟共军同时被放在这里面 忽然间历史就在这个灵魂寺里面被和解 因为这个历史的容颜 这个共振的力量 他的对立面 日军的战败 我们看到神舟又回复到他原来的样貌 所以容颜这个面孔 其实他的力量何其大一 我们生命里面经历过多少的人事物 都忘记了 什么样的容颜 什么样的面孔让我们会持续记得 一言以蔽之 他触动你的心灵 触动 英文叫trigger 他触动你的心灵 触动人的心灵的力量是最为庞大 他短暂但是他是永恒 如同我的父亲 数十年未曾踏回他的故乡 安徽诉讼 想要追溯他年轻生命里面 曾经到过的地方 比如说南京紫荆山上面的铃骨寺 一个小孩名叫实际生跟着父亲 踏着那个脚步回到父亲的年轻的记忆里面 在那个塔里面 那个室里面 锁着一个父亲的同袍长官的容颜 面孔 那个面孔的力量 那个张力 迄今震撼着我的心里 永世不忘 我们先谈到这 好的 欢迎大家来到方言雅旭 你看见我 看见我的脸 我看见您 我看见您的脸 我们彼此认识 一个人的肉身是会消逝的 我们历史上有很多人 立德 立言 立功 比方说 我非常喜欢肖邦 我看见历史上定格的几张肖邦的照片 看到他的眼帽 会再度引起我对于肖邦音乐的那种共振 那种感动 那么杨木老师他离开了 但是他的照片或者是他的画像成为眼帽 成为一个我们看到他就会感觉到他的诗的共振的那个眼帽 平立与共振 让我们在千万人中认输 那位杨木老师 我们欢迎我们的今天的主讲 丰严雅絮 严茂化 杨木诗学 公元2021年10月22日 诗人 奎泽石头 东吴大学社会学系 石济生教授提讲 石教授请开讲 谢谢您 好 谢谢张会长 那 其实那个 会长今天放这些影片呢 我基本我是讲的这段话 当然还记得 但是好久没有读了 没有看我自己的想的话 那其实刚才听到 这个杨木老师 在放杨木老师那些片子里面 有一些老师的讲很多话 但是他的声音是非常 我是非常熟悉的 我们大概只能这样讲 这些影线便让我记得一件事情 我在 在芝加哥念书的时候 参加一个研讨会到 到这个 到这个 杨会长的这个 他的这个 读书的地方 就是 有语经 我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 朋友们问我说 你到这个地方来 你要想到哪里去看一看呢 我说我想要到海边去看 所以他们开着车带我到 那个 那个海边 就是 雨晶 那个地方 我站在那个海岸线旁边 看着那个海 我忽然想起一个事情 就是说 我到了一个海的反面 对我的影响力 事实上是 没有办法形容 就像刚才这个 就是一个容颜 就是一个眼帽 上次我稍微讲过 大概是在 1984年吧 那时候我才念台大的 这个大二生 一个偶然的触动 一个trigger 偶然的触动 我跟杨木老师在路边相遇 然后过了一些年之后 他过了几个月之后 他写下一段话 在对一个年轻的诗人来讲 那个时候非常的 非常的触动 非常的感激 非常的动人 但是84年之后呢 我从台大毕业之后 完全没有跟杨木老师联络了 我就跑到芝加哥来 然后在这个美国各地 就是到处的去研究思考 但是在1999年 就是我要 我回台湾之前 回台湾之前 不然间呢 我想起那句话 那个时候 未完成那首诗的 就是到海的反面 看到太平洋 所以 作为一个诗人 基本上 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 事实上是 复杂多变 但是呢 我们如何能够看到自己 如何能够面对这个世界 这么说多年来 许许多多的变化 许多多的改变 我甚至在海的这个海的反面 看到这个太平洋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就在想 终有一天我会回到台湾来 但事实上 我们回来回来回到自己的故乡的时候呢 我们会看到 这个世界的变化 实在是太大 我那个时候 我自己在想 那个时候我跟我的父亲 到的南京 那一段 刚才这个小文 那一段影片 我的父亲从来没有想过 他会面对这样的一个容颜 就像我呢 我也没有修士的话 我也没有想过 我虽然被杨木所触动 但是我想说 大概80年之后 大概就是又这样吧 可是回来回到台湾的时候呢 我想出一本诗集 叫做在资家的围光中 想要出这本诗集 但是那时候老师已经名气非常大 那个时候他还是东华大学的文学院院长 我就想在 因为我那个时候 还得到资家哥在Defense 我的那个Census 我的那个博士论文 我就写一封简单的信给老师说 我介绍我自己是谁 然后给老师看 老师 我想说老师应该那么忙 他不会理我了吧 但是老师呢 大概是在一个礼拜之间 一个礼拜之内就写一封非常非常长的信 这封信后来被老师呢 在发表在这个联合文学 联合月刊 联合复盘里面所讲 就是奎折石头记 他用笔大概写了 大概十页到十几页的这个纸吧 用他写 就写一个完完整整的一本 后来当然在 我的资家围光中 基本上 他的这个完整的就是被 这个记载下来 什么叫做 什么叫做共振 什么叫做频率 其实 我觉得每一个人身上都可以找到 就是 他是个机缘 但是 跟一个完全是一个 事实上是一个贫水相逢的人 建立一个这个地方力量 到底是什么样的机缘呢 这个共振力量来源是非常神秘 但是这个共振力量的来源 事实上是非常强大的 所以我今天呢 这个第二奖呢 我所要谈的一个事实上 事实上 不只是对一个读者的角度来讲 而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创作者的角度来看 我相信 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创作者 都是艺术家 如果从 黑格尔讲法里面 确实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艺术家 都是诗人 这个诗人的力量 从什么地方来呢 我们 这个地方没有办法探讨 但是 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的话 他的力量 他究竟要注意什么东西呢 这是我今天 这个在谈阳墓最后一讲的时候 我很希望传达给各位 各位朋友 我上次上次上次讲到 一个诗人 三大要件 丰沛的想象力 深度的语言修养 第二用的修养 第三是什么 理性架构成篇的能力 第三个点呢 事实上是 今天所要讲的言茂化 通往抽象之路 最关键就是这个第三点 如何能够 理性架构成篇 成一个诗篇的能力呢 这个诗篇的能力 事实上 我说实话 我苦苦追寻 二三十年 三十年 但事实上 一直到 五十岁之后 我慢慢就了解到 就是 理性的力量 我们通常我们都以为 理性的力量跟诗无关的 诗是非常的 这个感性的 但事实上 其实真正的力量 是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理性 为什么这样讲 为什么理性架构成篇 理性架构成篇 你为什么要结构成篇呢 我 我想每一个人都 读过杨牧的人都知道 其实杨牧老师 原来 原来 叫做 叶山 非常有名的散文的散文大家 就是叶山 32岁之前 老师在32岁之前 他的笔名叫叶山 32岁后的某一天 他决定要把自己改名叫叶牧 发生了什么事情 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在 这个 艺术的精神 这本 这个美学评论 这个 讲过 其实 老师为什么放弃叶山 他自己讲 他说 这以前的事情都不重要了 为什么 因为呢 他说 一个诗人呢 最重要的是要抵抗 不是到 派出所去抵抗 不是到街头去抵抗 而是什么 而是抵抗自己 抵抗自己这四个字 我 参户想要参截 参截这一句话 想了 我说实话 想了几十年 时时分分不平 当这个社会 当这个世界 发生什么重大事件的时候呢 马上就想到杨牧 老师为什么都没有反应呢 就觉得分分不平 非常的怎么样呢 我们非常的在乎 很在乎这个是对 现实世界的极客的反应 那是什么 这是什么 我们不能这样 不能这样 我们终于了解 我终于了解 我去年 老师 病 过世的时候 是三月 我二月的时候 也自己犯一个 重大疾病 就是 脑出血 我说实话 我脑出血 二月份脑出血之后 整个半年 大概几乎半年到几乎将近一年 我没有办法思考 我忘记了所有事情 真的 我忘记了所有事情 然后我慢慢的记起来的时候呢 我突然想起到一件事情 老师讲这件事情 很重要 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各位朋友 一起分享 这个 严茂 这抽 抽奖抽象制度 这件话很重要 严茂什么叫严茂化 Baseualization 严茂化 是到底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 在这个世界上 所要表现 人都会过去 杨木老师已经过去了 已经试试了 但是他会不会 他会不会真的试试呢 我看是不会 为什么 就像这个小文所讲的 前年跟他跟小文讲 他的一个朋友 一个律师朋友 一个检察官过世 对张会长来讲 非常痛苦 但是心灵被触动 没有办法放弃 没有办法忘记这个人 我们不但 不会忘记杨木老师 而且他所提出来的 一种思考方式呢 是生生不息 不断的翻新 不断的改变 这叫做逃逸线 不断的翻新 不断的改变 成为一个多元体 一个多元体 一个多元体 让自己不断的 在跟他的对话过程中 不断的创造出 新的可能性出来 这种思考方式呢 事实上 我在读杨木老师的这个作品 杨木老师或对杨木老师的评论的时候呢 我深深的感觉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啊 像杨木老师讲 为什么不当夜山呢 因为浪漫的已经到了尽头了 浪漫已经到了尽头了 你可以爱这个人 爱这个人恨那个人 但是呢 爱这个事情呢 如果不用结构 不用理性来看待它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持久的 没有办法持久的 就杨木老师 我所理解的杨木老师是这样 所以杨木老师自己 否决自己 自己抵抗自己 他完全了解到一件 非常重大的一个变化 一个事情 理性的结构 架构成篇 所以我大概可以这样讲 大概很多人啊 在读杨木老师的时候 都觉得是拮据熬牙 读他的事的时候 必须要静下来理论 而且需要人懂 能给你理解 才有可能了解 可以解释 才能够了解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 所了解的这个杨木老师呢 事实上 其实夜山到杨木的过程当中 就是什么 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 会其实也是回到一个日常 就是 感情不足事 我们不足以 我们不能够依赖 所谓的感情而过日子 而是应该常 不是一个人的感情 而是你可以是一个人感情 但是这个感情需要 你在写诗的时候 必须要变成一个普遍的感情 一个集体的感情 所以这个集体的感情 如何进入一个诗的里面 这就是 今天讲这个抽象 只有抽象之路才有可能 让这个诗呢 变成一个 看起来像一个人写 但事实上 它是一个集体的变化的过程 是一个集体的变化的过程 一个 一个 一个事情这样 如果 我们写一首诗 看起来是 一个人写一个诗 表达个人的情感 刚开始 人们对于诗的理解 就是这样的 写真好 真棒 真 真精彩 那不过是 你对某某人 或某某事情的一个 单一的观点而已 这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 我们在写诗的过程当中 或者说 我们用网易来讲 艺术的过程当中 每一个人创造一个 艺术 创造一个 一个诗的过程当中 都觉得 我是表达了 我对他的情感 或什么什么 whatever 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符号学里面讲的 人子跟所子的关系 这个世界是为什么稳定呢 就是因为 单一的能子 指向唯一的所子 这一对一的关系 事实上就是符号学的 一个基本原理 所需而讲的基本原理 但 了解 了解的时候 我们就产生一个 重大的问题 其实 这个世界的东西 并不是完全稳定的 也不是一对一的 不是一个 一个能子 指向一个锁子 一个发射出去的力量 指向一个接受力量 这个就是完 就完战了 每一个人就觉得说 我们之间的 关系很稳定 因为 我作为一个人 才发射出一个能子 你接受这个锁子 基本上一对一的关系 是稳定的 但是 可笑的是什么 我们希望稳定 我们希望能够 颜帽能够 稳定下来 但事实上 并不是的 我们今天所活在这个世界上 是非常的 非常的动荡 非常不安 能子跟所有关系 根本不是一对一的 可是多多多对多的 一对多的 多对一的 也就是说 我们面对一个 重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 是在于什么 杨牧老师 我跟他来往的时候 跟老师交往的时候 我就发觉一个问题 就是说 老师几乎是怎么样 他对这个世界 简直是天真到 极为可笑地步 我说实话 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老师家的时候 我们在讲什么事情 讲到 这些人心的 丑恶面的问题 老师就慢慢淡淡讲一句说 为什么有人会去偷窃呢 为什么人去伤害别人 这话听起来很可笑 但是事实上 他讲出了一个重点 因为 作为一个诗人来讲 其实这个能子跟所指的关系 已经太多样化了 我们如果去把我们的心 放大到 这个世界上 变化的 这个现实世界里面 千变万化的 这个东西 特别是政治上 是更可怕的 所以 老师呢 基本上 你去老师家的时候 你会看到说 老师基本上 在这个世界里面 他只听古典音乐 他看了这个世界 晚老 也在这个想法里面 这些变化里面 我们所看到的问题是什么 是 他极力要维持一种 个人在生命史上 生命的里面的一个 单纯性 简单性 因为这个单纯性 是什么 是我说实话 是 每一个人 辛苦一天 所应得的 确实应得 我们 辛苦的 非常辛苦 我在上课 非常辛苦 但是 我们有权利 在这个世界上 寻找一个可能性 就是说 让我自己的 自己的门关起来的时候 在我自己的生命 世界里面 能够获得自己的 安全 保处感 但是 他有能力怎么样 能够脱离掉 通过 私人笔上 手上一支笔 通过这种 创造力的可能性 他能够 脱离 现实世界 对他的束缚 而变成一种 一种 可能性的 一种变化 所以我这边所讲 言冒能够 穿越能子之墙 这是什么意思 才能够释放出 非本意的线 只有这种可能性 言冒 的 言冒的这种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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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共振 这种更能的可能性 因为 你要了解到 所谓的共振 是什么意思呢 事实上是 根本已经 能子跟所指的关系 已经没有什么界限了 什么叫做能子 什么所指 没有了 事实上是 他释放开来 像一个爆炸 很大的一个爆炸 爆炸的过程当中呢 把你生命当中的一个 对 世界的这个创造力 力量呢 是彻底的展现出来 所以 他的关系已经不是 一对一 是我 杨木写的东西 为了谁 并不是的 杨木写的这个东西 事实上是 任何人来看 就像上次讲 这个也是有七八种 不同的可能性 所以 穿越能子之墙 真的是抽象 抽象能力的一个 最大的表现 我们很难去了解到 一个人到底 就像 我们张会长所画的画 我们很难的看 去知道 他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 就不过是海 但这个海里面 事实上 他的能子之墙 彻底被穿越了 所以这个 变化多段的过程中 你无法解释 只好用 线条上面是抽象的 无法被这种所谓 现实上的理解 来表现 这叫眼帽 这段话是我所要讲的 所以我们再继续讲 就是说 这些清楚 所有的记忆 所有回复 所有可能的意义和解释 眼帽 不断的共振 不断的这个频率 频率 共振的变动的时候 其实 任何东西的变化 都是事实上 事实上都是可能 所以 写诗的 真正写诗人 你虽然说是 理性价格成篇 但是事实上 实常会觉得 他这个人 讲话是 忽忽如狂 忽忽如狂 疯癫 疯癫一样的感觉 因为 他自己没有办法 去表现 去解释到说 我所理解到 所看到的这个世界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无法理解 所以 创造力的表现 事实上是变化多段 所以 他里面 有各种的记忆 各种的恢复 各种的解释 各种可能 所以 所有的可能 跟意义的解释 都有可能 我们如何去表现它呢 就是capture 我们必须要把 这个世界 把它捕获 把它捕捉 转化成为例子 例子这个概念 非常重要 我们终于了解到一件事情 人 根本不是我们社会学 讲说人是主体性 人是应该要怎么样 不是的 人不是一种 社会性的 社会性或政治性的人 这种人呢 事实上 没有办法掌握到 所谓的抽象力 无法掌握到理性的力量 人呢 人是什么 人只是一个例子 在物理学上 所谓的例子 例子呢 或是所谓量子 量子就是一个 比我们所能了解到的世界 还要小的东西 比如说各位所看到的这个 比如说你各位在这个 一个电脑前面一个这个墙 电脑看起来很像一个墙 但事实上 如果人是个例子的话呢 人是个量子的话 他是可以穿透这个 电脑这个荧幕呢 然后到我这里 到那里 到哪边 创造力的表现 是在这里 所以 人如果成为例子的时候 我们就会 开始了解到说呢 如果把杨莫老师 视为是一个例子的话 如果他现在 如果他现在 在天国话 在什么地方的时候 他成为例子 或是他这个时候 在芝加哥 在任何地方 在这个洛杉矶 在什么地方 我们各位在 网络世界里面 看着我们的话 我们啊 读他的时候 就可以进行一个 量子的跳跃 量子跳跃 所以 我讲这个话 原因是在哪里 我们要了解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刚才小文所讲 面孔道多重解 到这个 我们在面孔道 严茂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以为是 终于创造了 一个稳定世界了 我的父亲 在南京的 宁古市 我看到了那个 古灰塔 秦何以堪呢 当时觉得 当时觉得说 国共内战 结束了 以前的这个仇人 变成这个朋友了 我们以为 这样就结束了 严茂 难道就这样结束吗 事实上不是的 什么叫严茂 就是说 这种变化 事实上不断的 在生成流变过程当中 我们作为一个人 我们总是觉得说 我应该要 如何如何如何 在有限的时间里面 我们可以表现出 一种可能性 但是如何呢 所谓的 这个和解 所谓的融解 融合 国共内战 融合又如何呢 现在的世界里面 所变化 更大剧烈 更大剧烈 所以 我们 这个严茂的力量 终于在一个过程里面 激发了一种逃逸性的可能性 谈过我所谓 瓦解 面孔 瓦解 面孔的一个过程 我这边 讲一讲 杨木老师的这首诗 我其实是 被他一句话所 所触动 他说 似乎听见了什么讯息 或者 我断然的口令 他一步走向你 并且 俯身看你 听你述说 一些心事 破碎的句子 大片的云在海外翻滚 时速40公里 遥远 有人终身活在你的印尼 这段 这句话 有人终身活在 遥远 有人终身 终身活在你的印尼 且是 我说实话 且是事实上是我 所谓业余的专业 这个 我必须讲 杨木对我的 影响力太大 所以 在我的 大概 我可以这样讲 在我 在我去年的 这个脑初学的过程 到现在来讲 我大概慢慢理解到 这个 如何 活在阴影里面 然后如何从阴影里走出来 阴影已经走出来 这个走出阴影这个事情 事实上 你说他很幸福 确实是很大的幸福 但是也是很大的不幸 因为 任何一个创作者 对自己来讲 我说实话 我对于老师呢 简单来讲 既爱又恨 这个恨当然是 很快的恨 就是说 我有一段时间 没有办法写诗 没有办法写诗 写不下去诗 原因其实很简单 我写怎么样句子 怎么样的构造 怎么样的变化 怎么样的表现 事实上 我都知道下一句话 就会受到杨木老师的阴影的影响 如何启程转合变化 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这影响让我觉得说 我没有办法写下去 就像这个法国诗人 梵乐希一样 梵乐希在他的这个诗作里面 事实上 他写一首诗 也是有一段时间 他没有办法写任何东西 十年之后 他大概是封笔十年 十年没办法写任何一个句子 他写了一本有名的杰作 叫《海滨墓园》 但是大概是这种感觉 因为我跟老师事实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说实话 老师啊 我是说老师他 其实我一直到去年 那老师出版的这个师母啊 出版的这个《围城》 这本诗的时候 我才终于了解到 自己如何是跟杰木老师完全不同 完全不一样的人 原因很简单 小文啊 大概了解我们这些 我们这些 这个极其创作者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 信手年来就一直写一直写 就是大批大批大段的一顿字写 写出来之后 然后或许会改一改 那改太多的话 也是受不了 然后就把它赶快发表出来就好了 赶快发表出来就好了 反正那时候都想 写一百首诗总是有一些首诗好诗吧 那个时候的心里是这样 这样讲 师母呢 《围城》出版之后呢 让我彻底的触动 彻底的惊讶 彻底的反省 老师写任何一首诗 都是怎么样 都是手写的 然后手写之后不断的修改 那最后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我把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给我在北京这个国家图书馆的这个朋友们来看 他非常惊讶 这个向辉先生他非常惊讶 他就说 杨牧老师竟然是 有一种非常古典的方式在写诗 他写的每一个句子 每一个构造 每一个结构 起跟成到底是什么 他构思非常非常清楚 他每一个句子 他会想到最后 是让整天把它化掉 所以我们说 《围城》这个实景 是未定搞的原因是什么 老师可能完全就是不写 不出版 因为找不到他所完整的句子 他不能够决定说 怎么样的句子才是真正的完美 所谓的完美 所谓的完美的力量 就在哪里 什么地方 完美的力量就在这里 就是 我看到的时候 我想起多年前 老师跟我讲 我那时候刚才是 在芝加哥维王中出版 意气风发 你看这样 杨慕老师帮我写序 多好 我应该可以变成一个伟大的诗人 有一次老师跟我讲说 我又出版第二本诗集 第三本诗集 想要再请老师写序 老师用一种非常平和的眼光 跟我讲是说 再等一等 你写诗 他没有直接跟我讲说 你写诗写得太快了 不是的 他是说 你要再等一等 这个张会长跟我问 是说 你所谓的理性的架构成片的力量是什么 我就想起 老师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 你要能等待诗的回家 你要等待诗的回家 老师这样讲 我们年轻 创造力非常丰沛的时候 其实 如果我们是这样子面对创造的话 那是虚子你的生命 你虚子你的生命 尼采说 创造是一个人对痛苦的最大解除 我年轻的时候非常相信这样的句子 创造 创作是痛苦的最大解除 为了要解除你的痛苦 所以你才进行创作 但是 如果我们是 为了继续 这个解除我们的痛苦 生命中的痛苦 继续创作的话 你这样的力量能够维持多久 其实老师 用老师讲的话反面来谈 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 当然老师不会这么严厉的问我 但是他 他意思大概是这样 如果你的创作只是为了要 解除你的痛苦 那么你的 你的痛苦到底能够维持你的生命多久 我在啊 去年在星光医院的时候 我承受了非常大的痛苦 但是 完全比不上什么 身体上的痛苦完全比不上 我了解到 师母让我看到的 这个 这个所谓的艺术家 所谓的诗人 如何去进行他的创作 他如何去 很正经为作 非常端端端端端的去修改他的文字的变化 那个痛苦 那个痛苦 身体上的痛苦 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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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不及于啊 一个人啊 这种这对 创作上的最大震撼 这个震撼 这个震撼 这个震撼就来自于 就是说呢 一个人如何那么那么强大的一个意志力 这么强大的一个诗人啊 一个强大的力量 一个把诗当作一个宗教 诗神 我现在终于了解 老师讲他为什么会相信诗 信仰诗 这个诗神的力量那么强大 这个梁炸的力量是来自于呢 其实我们前面就讲 就是他的抽象力 就是抽象机器 抽象力 用瓜达里德勒兹 他们的这个语言就是 抽象机器 抽象力 抽象力的来源究竟是什么 这仍然是一个谜 这仍然是一个谜 我上个礼拜有讲 所谓的大母神 就是这个 也是在 UGIN 这个看 海的反面 就是这个看见太平洋 那个大母神 海作为一个大母神 就是伟大的母亲的 这个神情 类神情 这个地方就是我讲 就是说 人啊 其实 那一段时间 不想看到老师 我说实话 不想看到杨博老师 老师当然 很多人邀约 但是他是选择性的 这个出席 我记得有一次 好像在这个什么 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 就是那个 老师啊 这个地方 就是公开演讲 这个地方 我说实话 我很不礼貌 我去 但是看来 走到一半 看到一半就 就走了 老师也没有怪我 但事实上 我知道 就是说 当你 当你作为一个 诗人 当你作为一个 自以为是 一个伟大的诗人 或是在 杨木之后 最伟大的诗人的 可能性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呢 这种离开 我们说离开就是自由 我发觉一个重大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写诗呢 已经产生一种语言的 读言的惰性 语言的惰性 写诗变成一种语言的惰性 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我说实话 干脆不写了 干脆不写了 如果你的写诗 或是你所谓艺术家 只想去博得 某些人的掌声 或某些 某些巨大的这个回响 但事实上 你从心里压根的了解说 那根本没有创造力 因为你写任何东西的可能 都是有阳目的阴影在后面 那么语言这样的 逗性的产生 语言产生惰性的时候 也就是会是一种惯性 所以我们讲说 有些人说 这个一个人 得了诺贝尔奖之后 再也写不出好多东西 大致上也是这个道理 我是爱 很感谢老天爷 去年让我的脑出血 这样的事情 彻底把我跟我自己的 过去产生的彻底的断裂 彻底的崩溃 我想不起来 我到底读了什么 成就了什么 事实上 你根本上是一无所有 你根本不知道什么 是什么东西是重要的 真正重要东西就是 理性啊 同学 真正重要是理性 真正重要就是一种 所谓的结构式的力量 我事实上这样自己的问问自己 也不是因为说 他在这个世界上 能够活几年之后 会你们产生什么样的情感 并不是 动政力量 让我们是 你可以说是顿物 也可以说是参物 的了解 都是可能的 在某些情况之下 都是可能的 就像 我跟 这个 小文 小文 我同学 跟我跟大家说 讲的 他问我说 刚刚才他问我说 Stone你喜欢张爱玲 是不是很喜欢张宁 我说当然是 小说我都读过 但是 为张爱玲写一首诗 完全是印调之外 因为什么呢 你平常 读书 阅读的时候 非常喜欢他的小说 但是 大概是1995年吧 我在美国念书 在芝加哥念书的时候 忽然间 这个芝加哥华文报纸 打电话给我说 石济生 你可不可以为张爱玲 女士写一首诗 因为她已经过世了 我说 那我看一下 到底是怎么样 张爱玲 张爱玲过世的时候 是怎么样呢 他住在 洛杉矶的 这个UCLA 附近 警方就问他说 那些人说 你知道这个人是 中国最伟大的 这个小说家 那你们继续跟 这个警方讲说 我们不知道 我们就只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说 一个非常 一个瘦小的 中国老先生 老太太 这个中国老太太 常常带着一只小狗 在这边遛狗 然后 警方因为他被反锁 破门而入 进去之后 看见到 我非常的惊讶了 张爱玲 一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湖南城 让我非常迷恋的 这个湖南城 这个情感的过程里面 我们说什么是 共振什么是 频率相近 就是能够 你在千千 你过马路的时候 在千千万人之间 能够认出 湖南城 认出一个你 这个叫做共振 这个叫做 这个频率 而 写出这么伟大的 小说的 这个 这个张爱玲 警方破门而入的时候 发觉有什么样的问题 那必然也是跟老师一样 是处理做的 他说呢 警方就说 破门而入的时候 发觉说 除了 冰箱里面除了 要吃的东西之外 身无战物 完全是空的 只有 必须要用到的东西而已 其他都是简单的东西 我在芝加哥读到这段话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震撼 我无法想象 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家 写出这么伟大的作品 这个第一无箱 这个伟大的作品 竟然是过这样的生活 所以我很理解 这个张会长讲到他的这个朋友 在当这个法官的这个朋友 他们家在南部的地方 住在这个宿舍 这个非常简薄的过日子 我能了解这样的一个心情 所以共争这个力量的来源 绝对不是我们所想象中 有什么伟大的情怀 有什么伟大的波 有什么样的铺层 也不是的 它可以在无意之间发生一个可能性 让我们完全理解 所以张会长的这首诗 几乎就是读完 这个芝加哥的华文报纸之后 给我的这个东西之后 我大概当天的下午就写出来 因为他触动 事实上是非常快 这种表现方式 当然不是跟杨木老师是一样的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老师这种 就是说结构式的 然后把每一个细节都很清楚的 把这些字句全部留下来 才能够发表这种习惯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但是我知道 我跟老师是不一样的 这个写诗的人 原因其实很简单 因为我这个人就性子急 性子很急 所以当你这个一股脑的创造力来源的时候 出来的时候 就把它规祸带性 就像那个巴达耶所讲的这种 就是一种耗性的那种感觉 但是这个意思 那 这还提到一个就是说 如果 我对老师的这个 面孔的这个反抗 这面孔反抗 这种反省很久 所以 我终于比较贫富 然后了解到说 自己原来 其实啊 你要去了解一个人 白亚明所讲 认识一个人的方法 就是不抱希望的爱他 我终于了解这句话 是什么叫不抱希望的爱他 爱一个人 并不是 全神贯注 这才叫爱 而是 什么叫不抱希望的爱他呢 认识一个人的方法是 不抱希望的爱他 任何可能性都是仰慕老师 或者说任何可能性都是我 也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了解到这一点 情感 老师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就是说 情感这东西不需要 挂在嘴边 也不需要怎么样 也不需要 时时刻二了解到说 这一首诗是 要强大多位 并不是的 而是 在每一首诗的彰相 我们所看到的每一首诗 都必须要全力以赴去面对它 即使他像我写的 其实方方是非常短暂 但事实上 我也知道 每一首诗是全力以赴的 我这样就了解到 所以 对于杨慕老师的理解 我们慢慢理解到说 其实杨慕老师 要给你讲的是 你必须要 反抗自我之外 其实你要了解自己是谁 自己是谁 其他对你来讲 都只是一个 面对的一个辅助而已 所以那个时候 我记得有一年吧 2018 所以 我跟我太太去杨慕老师 不知道哪一年开始 过年 就是都到杨慕老师去 拜年 然后跟老师祝贺一下 那一天晚上 那一天的这个白天的时候 非常奇特的一个 暮色 暮色剪影 我把这话稍微念一念好了 几亥年 初二拜年 礼貌告辞时候 天色就慢慢的暗了下来了 一如往常 和师母老师 和师母老师道别 师母亲切送客 我们在玄关 弯腰穿上鞋子 眼神 与老师那顶著名的帽子相遇 转向大片落地窗 逐渐 模糊了 那片 熟悉的台湾蓝树 此时不知哪里 来的一大片 刺眼的阳光 忽然笼罩前方的暮色剪影 背对着我 老师悠闲地坐在面南的椅子 用微样温健的声音 回了我一句 那熟悉的眼帽 隐蔽 隐没其中 有时候我们了解到 其实 真正记得一个人的面膏 一个人的眼帽 事实上 他可能是 就像这个场景 他可能是隐没在一大片阳光里面 就消失掉了 老师的声音 跟他的容颜 是 用这个方法 我那天之后才知道说 我对老师的愤愤不平 那个既爱又恨 那个过年过得恨 事实上 最终还是回到一个现实 一个真实 这个真实是什么 其实你对一个人的爱 本身 当我们 真正了解一个认识这个人 认识一个人的方法是不抱希望的爱他的时候 其实呢 他是什么样的面孔 事实上并不是那么重要 就像小文所讲 他所理解的眼帽化 就是立得立功立也 他的力量 事实上 想起这个人的时候 他的力量就展现在 他的人格风范上面 现在他对这个世界的体验呢 事实上 他对当时他的生命里面 是看起来如此的短暂 如此的这个变化 这个过程上 事实上 他确实有可能 这是张会长 他的这个启示 我也认同 所以言帽化这个概念呢 我们说来讲 就是说 他既然是抽象 看起来是抽象 但是居然是存在于个人对生命 对这个世界的触动的可能性的时候 我们大事上已经了解到一件事情 一个人 会活着会过世 但是人是利子 我在这样讲 人是利子 事实上 通过他的立德立功立言 这些内容里面 他事实上会反复的触动 触动着这个你 如果你的心灵 也是够 跟随着某一个角度 够强大的话 事实上你也会跟着改变 所以 为什么 我刚才讲说 言帽事实上是 不是一种 这个好像是 符号学里面讲的 人子跟所子的 一对一的关系 符号所需的 讲一对一的关系 或是这种关系的世界 因为那个世界已经 不存在了 我老实讲 对 这个世界如何能够稳定 事实上是不存在的 我们必须要以一种新的态度 面对这个世界 这新的态度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应该要了解到 其实我们所谓的诗或所谓的艺术 为什么我很喜欢我们的这个小文张会长的这个画 原因是因为他真正让我感觉到一个重大变化 其实艺术是一种趋向无表意 无主观 无面孔的疆域 有所谓有主观 面孔 有表意 表达意识的疆域的时候 那并不是一个 完完全全一个真正的面对这个世界 如果说你想要面对一个所谓的 抽象力 面对一个理性的态度 面对一个看到这个世界的可能性的时候 我们事实上我们必须要走向抽象之路 但抽象抽象之路各种艺术的条件 有不同的表现方式 我认为旧诗来讲 你表达一个集体的可能性 表达一种抽象力 但是我认为写诗的最根本的重大的问题 在哪里 你必须要写到人 至少通过解释之后 能够让人知道说 这样一个内容是 确实是一个令人感动的 注意到朋友 注意到我所讲的话 写诗必须要写到 让人觉得是令人感动的 而不是 写出来的确实 它是抽象的 但是问题是 它不动人 不感动 诗最大特别在这个地方是 你念诗的时候 你必须要受到感动 虽然一开始不了解 但是通过人家解释之后 你知道说 这个诗诗是一个好诗 为什么 因为 它表达出我的这个情感 这个我的情感 跟你的情感 跟他的情感不一样 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其实我那个时候很讨厌 杨木老师 在某一个时期的时候 但是我们知道说 我知道 我这样讲原因是因为 有一句话 有一句是我很感动 有人一生活在你的音音里 是啊 我是很痛苦啊 老师 但是这个痛苦里面 事实上 虽然很遥远 但是有人一生活在你的音音里啊 老师 老师你听得到吗 是的 这叫艺术 我不知道 或许以后 这个小文以后 可以可以讲一讲 他对这个通过这个艺术 这个绘画的创作的看法 但是 就写诗来讲 我所理解的写诗来讲 你在怎么抽象 在什么动人 必须要他文字 必须要能够感动人的 这是我了解的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原理 所以 杨木老师呢 在他的赏文一首诗的完成里面 他讲的这句话非常重要 大概是 抽象的境界是诗啊 他说诗与真实之间 所谓的真实乃是一生啊 经历的 具象全部 美和不美 历历在目 来不及转化为诗 只停留在 散文的城市 什么是真实 真实就是现实啊 我们一生所经历的事情 具象全部就是真实 各位朋友啊 我说实话 我们一生大多数的时间 都是经历过的 全部具象真实 就是所谓的真实 但是 这些 喜怒哀乐的真实 如何从转化变成一个 从 从这个所谓现实世界的变化 变成一个 一个所谓的 这个 赏文或者是诗呢 所以老师这边就听了三个层次 一个现实世界 然后散文世界 然后是诗的世界 三个层次 所以他说 如果现实世界里面 我们所看到的 是一个具象的全部的话 他说 什么是诗呢 诗就是什么 能够转化 能够整理过的过程中 转化为提炼 将一切由美或不美来照明 下面这句话重要 在艺术的篇幅中 契集抽象世界 抽象境界 往往啊 也就将美存在在 这个完成的内容里面 它不是具象的素材 而是活泼生动于 抽象形态的艺术 是诗 这句话最重要是什么地方 活泼生动于 抽象形态下的艺术 它是诗 我跟你讲 大多数人做不到的 我认为 即使杨牧老师的某些 作品里面 事实上他能够达到 但是事实上 可能还是有些地方是做不到 就是活泼生动于 抽象形态的 遗述之诗 通常诗 当他被拉进 那个所谓抽象城市 的机会里面之后 事实上 基本上他的那个抽象 活泼性就瓦解掉了 没有办法 因为文字 我说实话 我们本身 没有办法像杨牧老师 有这么一样的一个所谓 语言的深度修养 我说实话没有办法 老师最强大力量 除了这个所谓 理性架架构 跟这个 丰沛想象力 其实他的语言 语言的深度修养 我们怎么可能 我说实话 即使这个张会长 我知道你们有在念读 读书 读这个诗经 但是我们怎么可能 杨牧老师对中国古典文学 如此的强大 问题是 他对于诗的理解是 从这个 遥远的伟大的 中国文学的 强大的中国文学 拉进来 拉到现代当代 把那些文字 转化成为 所谓的诗的语言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 特别到了 大概是在到 杨牧老师晚年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很多诗 基本上就设置叫 拮居熬窑 引用诗经的 引用什么 这个古典文学年的内容 大部分是诗经人 事实上 当代人根本看不懂 所以必须要被诠释 避免这些感知 但是当被一个诠释 被人这个理解之后 至少我了 我大概就知道说 他什么意思 他必须要一个 恶度诠释的可能性 那种东西就是抽象力 确实抽象力 可是他是活泼生动的 抽象力 他才是诗 大概是这个意思 这个地方 这个图 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图 这个 我大概是从 阅读这个 瓜达里跟德勒志 这个 他们的思考方式 把它转变出来一个看法 如果来谈杨牧老师的话 事实上 我说句话 各位朋友 今天所看到的 这个两讲的这个诗集 其实是我 大概是去年 杨牧老师过世 然后前年吧 大概从前年开始到 到现在 我大部分的 在当 包括我的脑袋 不是脑袋坏掉 脑袋 断线 断线的情况之下 大概将近半年 一年时间之下 我慢慢就会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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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写一个东西 就是 我过去 大概30年 有写了好多篇 杨牧的这个 诗的这个评论 但是我知道 我最后一定会写出一个 杨牧 野茂化 杨牧思学 但是 我现在不是一个 最佳状态 但是我知道 有一天 我会把它写出来 刚才讲了这么多 用发生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来写 来讲 其实是非常清楚的 就简单来讲是这样 右边 刚才右边这个图 右边 配置 配置的概念 德勒斯跟郭大利 讲这个话 说实话 我们没有办法理解 大部分人没办法理解 但是 用班牙明的话 大概比较容易解 就是天上的 比如说 北斗七星 之间 有 无数的星辰里面 有七颗星 他们被 排比 排列成为一个 北斗七星 一个勺壮的 北斗七星 带有至少 班牙明还带有诗意 所以大家读起来还懂 班牙明对 跟德勒斯 就是 我说实话 比较难以理解 但是 我虽然 极力 在这种可能性 把它表现出来 但是我想 我未来或许会有一个 比较好的方式来表现 但是 简单讲是这样 什么是配置 回到我们刚开始讲 丰沛的想象力 语言的深度修养 理性架构成片能力 这个理性架构成片能力 就是配置 Assemblade 简单讲就是配置 你如何把 这段话 这种诗的 这段话跟那段话 或是这个形象 这个形象跟那个形象 把它放在一起 变成一种活活泼泼的 一种 这个抽象 一种可能性 这个叫配置 但是在右边 这个角 右边这一条线里面 所看到的事实上 所谓的机能性的配置 就是事物本身 我们事物本身 我们通常 我们每一个人 事实上我们所理解到 我们虽然说 杨本老师刚刚刚所讲 一个现实的世界 然后是散文的世界 然后是诗的世界 这个事物本身 我说实话 我们就一般人来讲 就是我每天都在想 所做的 就是关于 你对于事物 你怎么样去 了解这个事物 怎么样去爱个人 怎么样去理解这个世界 这个人 这叫做事物本身 包括 你这个跟别人的谈话 他的话语 跟你对某人的欲望 欲望的这个残接 所以话语跟欲望 这些话 我们一般人的生活 就是机能性的配置 机能 每一天我如何跟谁 讲什么话 如何表现我的爱意 才不会讨杂 这种东西 就是机能性配置 也就是说 一般人所的理解 事实上是在这个世界里面产生 但是我现在先这样讲 并不是表示说 如果说 我们对世界理解 只有欲望跟事物的本身 的这个讲话 机能配置 这东西能不能变成一个 好的作品 当然可以 谁的例子呢 就是张爱玲 张爱玲所讲的每一本小说 就是在一个机能性的配置下 所产生的 他不处理左边这个 比较复杂的所谓的 群体配置过程当中 我必须要先想 其实这个 欲望跟话 内容的表现 事实上机能性配置 这个东西 事实上是可以成就一个 伟大作品 但是如果说我们是要理解 羊牧或者我们这样讲 如果羊牧32岁那年 不把自己变成羊牧 把他继续 就是夜三线 继续写下去的话 我可以跟你讲 他绝对是属于这一条线 就是所谓精神性配置 是欲望跟话语本身 的这个创作 虽然张爱玲是同样一个 类型的一个等级 但是 杨牧老师决定了 32岁他决定了 他决定告诉 自己也告诉大家说 夜三已经过去了 那个浪漫 浪漫主义的这个颠通的 这个人 已经过去了 并不是他不好 而是我已经知道一个事情 如果 我是一个 书情 伟大的书情诗人 这样的话 就我而言 杨伯老师说 就我而言 这倒是不够的 至少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 小文啊 放了这个有人 有人问我功力与正义的问题 我说实话 如果你 不走向 左边的这个 云南西亚 就是发生 就是 这种什么叫 云南西亚 发生就是什么 就是 集体配置的发生 就是 集体配置 每一个人 写一首诗 像有人写一首诗 写自己的 他的感受 但是他的感受 他必须要在 个人当中 带着一个群体性在里面 这个群体性的展现本身 事实上是最独特 也就是说 所谓理性教育身边 杨伯老师的 最困难的地方在这里 而且 更难的是 根本非常难以写出来 是写出来 是让人家动 所以呢 还有一个重要重点 群体性的配置 是重要的重点 就是什么 我到的 去年大坎之后 我终于了解到 其实这一种群体配置 是什么样 形式 是大于内容的 我把这个话再讲一遍 形式是大于内容 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变化里面 我们可以如果知道说 你写这个东西能够带有一种可能性 让你知道是说 这个 写一首诗出来之后 他不但是会感动一个人 他会感动 数十个人 几百个人 甚至上千人 是因为 他掌握了一种 集体配置的可能性 所以 大家看那个有人的 念那个诗的时候 有来自台湾的学者 有来自这个 大陆的诗人的学者 都有 感动的人 是 至少两岸的人 都特别是受到感动 原因在这里 因为他掌握一种形式的关键 我以前不了解 我以前完全不了解 为什么在乎说 一定要几行 譬如说 台湾软数事实上是 40行 我不知道了解 为什么老师 老师跟我说 你这个在 我记得我有传给 这个小文一首 这个以前 我刚好找到当时 有没有老师 寄给我的信就说呢 要不要说 其实你少写了一行 我那时候不了解 干嘛那么在乎 算错就算错 其实不是的 算错不是算错 算错你就是错的 因为 他形式上的 那个结构的完整性 实际上表达出来 出来就是事实 就是形式大于 形式大于这个内容 别人在这里 别人在这里 大家看一下这首诗 《维城》 我刚已经讲过 我看到这首诗是大词一经 大词一经 不是因为 这个诗写得如何如何 而是看到这个老师的手稿 大家看一下这个手稿 你可以了解到一个人 一个诗人 如何完成一种 一种诗的可能性 一种未定稿 涂涂抹抹 抹抹涂抹涂 我大概只有 我在一生只有一次 是这样做的 就是小文啊 很 我们很年轻的时候 这个 我记得小文看到 给奥贝利亚十四行十 我 夕阳落入废墟时 我从战火归来 一族烧着火红的木棉 能眼旁旁我 我这左脚向最遥远的家园引没 哦 家园 我爱念圣九龙魔 在奥贝利亚 当勇将 奎折头颅滚落时 支撑 他的怒目以钢刀 是你为宝宝之意的身影 此刻 展翼沙伐 是我执着的美学之事 或者夕阳落入废墟时 我总是这样的 很年轻 很年轻时候的 鬼泽石头 我记得那个时候 是把他用手写 写在这个稿子上面 从那个时候之后 我再也没有这样做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出现那个电脑 电脑打字 所以电脑基本上是残害我们很深 就写事来讲 再也看不到所谓的这个手稿 所以老师 大家看到这样这个文字里面 可以看到说 他的变化里面事实上是 清清楚楚的记载了一个人 如何从事一个一首一首诗的创作 如何成立这种可能性 大家看到这个第五段这个地方 我常常说 写诗最难的是开头跟结尾 你看这个第五段这段话 大概本来大概至少有超过十行 而且是普通某某某改不改变很多 但是最后呢 只有剩下五行 六行 原因其实 很简单 这个地方 最后我再讲一个概念 就是所谓的冗余 reundancy 冗余这个概念 冗昌的剩余 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每天都讲到一些 所谓高度专业的废话 每天都讲很多 这个五四三的 浪费自己生命 但是事实上 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些话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跟每一个人产生一种 产生一种情感 或一种相交往的可能性的时候 交往的可能性的时候 都是来自于这个柔余 这个reundancy 这个概念所讲reundancy 这个reundancy 这个概念事实上 我们从刚才那个 老师的这个未定稿的这个 微诚 去看到这个现讯息 其实啊 诗人跟常人是一样的 我们这样讲 他在看起来一首非常经历的诗的时候 事实上 他在构思他过程当中 事实上是不断的在变化 不断的在过程 事实上很多话语 事实上对他来讲是一场冗藏的多余的 但是 这就是老师所讲说 你在创作诗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做一件事情 是怎么样 必须要让他 必须要有一个 必须要有一个检材 这个检材跟筛减的可能性 过程当中 事实上 让我们看到一种可能 一个人 如何把 日常生活当中的话语 这个语言 这个语言 通过这个所谓的这个 大母神的创作力量 这种可能性 转化成为左边这种所谓的 集体的配置 荣誉是必须的 荣誉是必须的 我最后呢 在这一首诗啊 我把老师的这一个围城 读一遍 我在讲之前 我必须要看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五段 五段 把一些话先讲一讲 其中第五段 我在跟张会长 谈到要谈这样的一个演讲的时候 在过程里面呢 会长就是小文跟我讲一件事情 当时他跟我讲一件事情 他说其实我 他说 他 他的父亲 也过世了 我现在也是吃素 跟我跟我太太一样吃素 在连谐调当中 在这个荣誉的谐调当中呢 他讲到一个 非常关键的东西 他说 小文说 他爸爸就是在这样 这样的过世的 一个轻描淡写 但事实上 我们知道 我知道 他讲的任何话里面 事实上 一个共振 一个频率相近的时候 对他的父亲有无尽的思念 我在看第五段的时候呢 我们等一下来看他第五段的时候 事实上 我在念一次的时候 我就想到了这个小文 跟他的父亲 那我们现在来念一遍 围尘未定稿 这时 正有一些 旧日的心在意识中流失 朝向陌生方位 或最暗瞻的大气层飞去 而我 勉强抗拒着四面来袭来 累积的黑 警觉孤独成形 或者就凭无知懵懂之名 将过去和未来都饶恕 看我 端坐幻画的菩提树下 把你的心事一并 画归属属属我有 暂且以罗汉的眼睛 望穿梦于喜 但我宁可消失 睡 绝灭于 泡影 你说 如感性的文字不再 一事 隐喻 提示 未来的多余 宁可像 晚下的强围 在稀薄的暖风中 不象征什么地 对着一只鹰 一只风 这样 遥远你嘱咐 不断叮咛 推算 一条前路 为彼此 肯定 手势无语 生死实证 不是传统逻辑 统色的玄学论述 有人 在固定的韵类里告别 晚霞照他神色由于 始终 就是一种 自责放不开的步子 注定将附踏于 对方的梦 与行 有人以 回旋之之 穿过 大片乳尾 光影的渊锁 美的极致 逐渐渐退却出 退却于身体形势 完成他单一的灵魂 或许 从来不以离开为托辞 把腕转留下 犹豫的渡口 忽然就在 暗的这一边 看到对方导引 于 翻皱的水 水里 强烈震沾了 或许 早已经发生过了 一心 化为尘 好 谢谢各位 对 这个非常非常感谢 实际生教授 彗浙石头 所以真的非常不简单啊 就是从去年 二月开始 已经忘记了一切 但是这个一年多之后 重新再讲这个 杨木老师 对您的这个影响 等等 对 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想我可能跟 一干班众不太一样 因为事实上 实际生教授 是我大学的同学 那个时候 我们有几个好朋友 常常在一起 还有一位是廖乃星 他们那时候 是我们台大师社 前后期的社长 那么呢 那个时候 我从小喜欢画画 他们是写诗 那么一起在谈 这个康宾斯基 在谈这个很多 他那时候在谈 这个叶词的诗 所以从他那儿呢 还有这个 这个廖乃贤 是另外一位朋友 我学习到诗 这件事情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 收看今天的凤年雅序 那么我们下个礼拜继续 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ID 同一个password 谢谢大家 好我们现在把声音打开 我们stop sharing 我们谢谢实际生教授 好谢谢谢谢 非常感谢 把声音打开 我们大家可以看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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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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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加油 我们祝你们 我们来拍照 谢谢大家 祝大家晚安 谢谢 晚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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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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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